卖身脏腹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时期 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 在湖北省安禄地区 某条十字大街的路边跪着一个人 在他的发际上插着一根草 周围还有几个人在看热闹 中午正当太阳最毒的时候 可这个人长久地跪在那里不动 光着膀子任由太阳暴晒 这个人叫董勇 他本来是千圣人 即现在山东省高庆县人 董勇小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他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 后来为了躲避战乱 父亲领着董勇离开家乡 一路乞讨来到了金湖北省的安禄县 到了安禄后 董勇和父亲给别人打短工 生活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一转眼 十年过去了 董勇长成了一个小伙子 而董勇父亲年纪大了 加上常年劳累 积劳成疾 患了重病 不久便去世了 因为夏天高温 父亲的遗体不能久放 要尽快安葬 这时的董勇 没有钱给父亲买棺材和兽衣 安葬父亲变成了大难题 父亲活着的时候 没吃过一顿饱饭 死了也没有棺材安葬 这让董勇心里很难过 他暗暗下了决心 一定要把父亲安葬好 让逝去的父亲也心安 可安葬父亲需要钱 去哪里挣那么多钱呢 董勇犯了仇 我这么高大 有一身力气 为什么不把自己 卖给富人家做苦力 用卖身的钱 去安葬父亲呢 董勇安自想到 想出这个办法后 董勇找人 在一块破布上写上 父亲病死 无钱安葬 谁愿意出钱 帮我安葬父亲 我愿意卖身三年 愿做苦工 接着 董勇来到了大街上 人流最多的地方 脱掉上衣 跪在路边 于是就出现了 开头的那一幕场景 董勇选择了 安路市最繁华的大街 在十字路口旁 从早晨跪到中午 也没有哪家妇人 来买它 天气很热 董勇很快就坚持不住 差点晕过去 可是一旦放弃 又怎么能有钱 安葬父亲呢 董勇就这样咬牙坚持着 这时 从远处走过来 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 穿着丝绸衣服 一看就是来自妇人家 老者来到董勇的面前 看看布上写的字 又看看董勇 拔出董勇发际上的稻草 说 走吧 小伙子 我们家老爷买下了 董勇跟着老者走进了一个气派的四合院 进了北屋的大厅 厅堂正中的一张太师椅上 坐着一位白胡子老头 老者对白胡子老头说 老爷 人领来了 白胡子老头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董勇 满意的说 好好 小伙子 我刘善人买下你了 你在文书上签字后 就可以拿钱安葬你父亲了 就这样 董勇把自己卖给了刘善人 拿到钱 安葬了父亲 从此 也成了刘善人家的苦力 刘善人家在城外有百亩粮田 平时 他为了省工钱 经常雇用短工 并不雇长工 董勇成了他家第一个廉价的长工 董勇自来到刘家后 一年到头没有闲着的时候 农忙时在田里干活 农闲时在刘家的大院里劳作 一天 董勇去田里干活 路过怀音 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子在路边啼哭 就走到女子身边 关切地问 这位姑娘 你怎么了 女子抬起头 抽气着说 我是山东人 父母都死了 要饭来到这里 头碰亲戚 可是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董勇见这位女子的经历 和自己差不多 又都是山东老乡 感到特别亲戚 于是 劝为女子说 姑娘 别难过 放心 你会找到你家亲戚的 不然 我帮你找吧 姑娘 站起身来 擦干眼泪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董勇说 大哥 我的亲戚是找不着了 我现在没地方去 我 我给你当媳妇吧 可以吗 董勇一听 连连摆手 对姑娘说 这可不行 我现在给人家当长工 可没钱养活你啊 我可以养活我自己啊 我会织布 姑娘说 就这样 董勇答应了姑娘的请求 娶了这位姑娘做妻子 两人成亲后 董妻说 我可以织布给你赎身 明天 你带我去见刘大善人 我要给你赎身 董勇听了半信半疑 最终还是听从了妻子的建议 把他领到了刘善人家 刘善人看到董勇 突然有了媳妇 非常惊讶 当听到董妻说 他能用一个月的时间 织成三百匹锦段 为董勇赎身时 就更加吃惊了 一个人织三百匹锦段 别说只用一个月 就是用三年也织不完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刘善人知道 董妻是不可能织成的 便答应了他赎身的要求 并且签字画压 一个月的时间到了 一匹匹精美的锦段 摆到了刘善人的面前 啊 这何止三百匹啊 五百匹也有了 刘善人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说 就这样 董勇在妻子的帮助下 赎了身 当夫妻俩回家 路过怀音时 董妻对董勇说 我不是凡间的女子 我是天上的仙女 是天地的女儿 我父亲知道 你为藏妇卖身后 深受感动 就派我到人间来帮你还债 现在债已经还完了 我也要回去了 说完 董妻就飞到空中不见了 董勇卖身藏妇的事迹 在当地传承了佳话 后人把怀音改名为孝感 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孝感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